同意吧 我想问一个 我一直想很久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获奖感言 好几个 大家都特别特别欣赏 但我一直纳闷 你那获奖感言 是真的是记性发挥的 还是早就写好备好 然后准备好再去说的 其实在我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跟袁虹一块 那时候我们俩在大连 大了暑假去拍的 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运较好了 我获奖感言是 但是我那个时候运较的获奖感言 我一次都没有用过 从来没有机会用过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说过 哎 这关子卖大 我们是不是 反正我好奇了 这第一次的这个 演讲宝是什么样子 你还背得出来吗 我觉得我们也是不是让 不过是不是 把你的宝贵第一次献给过的 我肯定是把我的第一次献给过的 那可以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 只要一听我那个时候运较都知道 这肯定不是自己发破的 嗯 整段的我不记得了 但是有几个关键词 我还是有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设计的 我今天非常地高兴 能够获得这日子 我要感谢 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我的太太 我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 无限的力量 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所以我至今还没有用过 哎哎哎 怕你不好意思 我相信昨天这句话能在台上说出来 对我希望你尽早有这个机会 谢谢谢谢 哎说要颠讲啊